原标题 四平的四场战斗见证了国军和解放军此交比长的过程 而在这四场战斗中 除了大名鼎鼎的东野司令员贯穿始终之外 有一个人的名字不得不提 他就是四野三大战将之一的邓华 邓华在开国上将中排名第七 解放军渡过长江后 他已经是十五兵团的兵团司令员 可见其指挥能力的出众 而在四战四平中 他更是将自己的才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一战四平打敌相对比较轻松 当时驻守四平的还不是蒋介石的正规军 而是维满静安军铁石部队等三千余人 仅仅用了一个通宵 四平就被邓华收入囊中 但四平毕竟是战略要地 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整顿兵马 命令新一军新六军及七十一军一 部队四平发起围攻 这一战中邓华只负责坚守四平市区 面对的是从北方进犯的敌人 因为战果会增加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桌上的筹码 所以邓华丝毫不敢马虎 面对敌人飞机的轮番轰炸 邓华从容地率领部队坚守阵地 任凭敌人如何进攻都打不下邓华防守的区域 只能绕道去打长春 直到邓华主动撤出四平 孙力人才占领了这座空城 而此时邓华争取时间的目的已经达到 三战四平时 东建指挥部在战略上犯了错误 无视了邓华要求增兵的建议 邓华不得不用远远不足他预期的兵力与装备精良 战斗经验丰富的陈明仁展开角力 由于攻城力量过于薄弱 即使邓华率领部队最终打开了缺口 攻下了敌人防守最顽强的堡垒 甚至活捉了陈明仁的地底 但也无力在敌人的援军抵达之前 建立完善的防守阵地 只能再付出了财